嗨 我是个恩 看看我现在在哪里 在重庆 在重庆 马来西亚人来到中国系列 我们要来试驾了 但是我们在私人区 我们没有出大马路 但是可以试驾 而且马来西亚目前只有坦克300 他今天给我们试驾买 400 500 700 我的越野梦 各位 走走走 等一下我们会试 鹅卵石 泡蛋坑路还有涉水池 哦 我们要去空水 用自己的车都不好意思 新车不舍得哦 等一下我赶赶去啊 有没有懂坦克系列 在中国是卖得超级无敌好 是越野 它是中国越野车 No.1 较量 没有想到你喜欢大的啊 我喜欢大的女孩子 坦克500 全部媒体在抢着拍他 还有是白色版本 美麦的 我看 但是我喜欢黑色 我觉得坦克一直走的系列哦 它不只是一个越野车 它是一个高级奢华的越野车 里面整个很Premium 很高级的感觉 有点颠覆我对越野车的感受 因为我只有越野车是不好做的 只是好开而已 它明明很好做 而且整个是皮革的 然后配上这种木条横纹的这种设计 然后这个是全皮革的座椅 咦?很宽敞的Handboard 各位 左驾 我没有试过 刚才没有讲到 你开门它会有跑这个出来给你 它这个我一开门它就直接伸出来了 哦 很漂亮 Infinity的speaker 木纹的 配上一个皮革封线 这个整片都是speaker 所以它声音应该会很好 你觉得你还只适合驾这个车吗 我觉得有少少大啦 我觉得300比较适合你啦 这很帅耶 我觉得你不用紧张 师傅更紧张 OK 我们开个天窗感受一下人 哇 亮很多 直接到后面的 但是中间分隔成两段 很有力哦 我一踩就来了 哇 很大亮 这个视野太广阔了 哇 很高 视野又宽 现在加50 其实它真是很有力 我一踩就来了 踩油上 好快耶 我不太敢踩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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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很猛 当然哦 你贴地面走啊 当然我 我很怕嘛 你都不敢上那个slope 等一下我还有另外一个 现在我感觉我怕 现在是100 100啊 过半吗 100啊 到了到了 来了来了来了 我是跳加速了 中间一点 中间一点 这里中间一点 好棒啊 哇 差点好像飞出去了 哇 直接证明了这辆车的稳定性 哇 我谁这样都跳出来 知库老师说你怕吗刚刚 还好 还好 见过大场面 等一下我们走一个这样子的 棒棒棒棒棒 哇哇哇哇哇 诶 这样混合了诶 这个棒棒 然后我们现在走至鹅卵石路 所以你基本是没有tap brake是不是 我刚才没有tap brake 哇 你有听到吗那个声音 这个是一条条纹的 就是基本在tap brake的时候 直接踩油过 它都是ok的 是ok的 我现在还踩油咧 中间中间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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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重要 车一定要没有事啊 哈哈哈 不习惯的人一直靠油边 对 我驾驾驾驾驾 我回来了 完成了 打批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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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分享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一上那个斜坡的时候 我可能是走驾的原因 第二就是我驾的超过100了 我已经过百了 然后就发生了 有一点忘了过后 有点不受控 差一点点就要飞出去 差一点我们要飞出高速公路了 怕吗 怕 所以我不怕哦 但你真的是对它很有信心 你才敢敢去是不是 我真的是踩暴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这样子的事情 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啊 它是控制的回来的 对对对对 它整个整体开车 体验是一个很稳定的情况 然后它也很舒服 接下来 我们要去试真正的越野 off road 等下它会带我们去铲水 过各种各样的bomb 弄到那个车 暗脏脏才回来 这个改装到很大的轮子 哇真的很高 一个TEN300 搞到这样大了 500也是改过了的 为了走off road 比较高的 听说坐前面会喊到吗 妈不认得 哇这个水很沉 很明显 你肯定是在全国范围的 各种迪度跑啊 哇这个水很沉 我找得好 哇哦 哇哦 我懂啊 马来西亚淹水真的不用怕 真的不用怕 很高都不用怕 哎你相紧哪好啊 你不要这样抖啊 你不要这样抖啊 对啊不是 不是应该叫我安全一点 安全抓住 担心我不是担心身 哇哇 哇!哇! 我怎麼上路了? 這個斜坡很高! 哇!Oh my god! 哇!哇! 哇! 這是過煞車! 有點爽欸!怎麼辦? 現在我們開始4V的模式 然後這個斜坡超級的一些 45度 這樣嚴重的啊? 45度 這沒好了嗎? 正台Rollercoaster Are you ready? Let's go! 你轉好險喔! 這個手機就是給我轉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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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 然後前面就是鵝鑾石路 我剛才真的是發自內行的喊出來 你想一下一下 真的是發自內行的 如果是我們平常的車 看到這條路你應該是掉頭走喔 欸我覺得真的是很適合馬來西亞欸 一樣那麼多東 我们整条路都是东 上楼梯啊 蛤 楼梯 上楼梯耶 哇 我听到那个声音哦 师傅很轻啊 随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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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越野的时候 肯定就是随便开了这种路 哥哥那个 撞到的克隆森是正常的吗 不 那个是下面的那个悬挂 它是弹簧的那个 它并不是说撞到那个前面 哦 哇这是什么样各式各样的路 这个现在这个路呢 这是面包路 就是凸起来的 凸起来的 这个画面是有勾摇 请问这个影片才能出马尾 刚才我们已经走了太多了 每一个我们包括走的楼梯 水 然后凸起来的路 凹下去的路 还有上斜坡 还有鹅碗石 下斜坡那一个很厉害 抓地力很好耶 对对对 基本上每一个都test了 它就是完美通过 很夸张 吓死我 OK我现在要做一个小总结 我们刚才已经试驾了 然后我们也try了它的off road 我只可以讲 如果你的钱包允许的话 你又喜欢越野车 你们直接可以逼远入这个500 这个500 是会来马来西亚的 最后再来解答一下Tank 300 跟Tank 500的差别 到底是什么呢 你要怎么选呢 外形Tank 300它是属于比较简单一点的 然后Tank 500它就是豪华 奢华 双雾半 然后再来就是配置咯 肯定就是Tank 500会更高一点的 Tank 300就很适合那种单人单车闯天下 Tank 500就很适合照顾完你全家 因为它整个是很luxury嘛 所以你载完全家一起去野餐去越野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你也试过啊 就你坐前面跟坐后面它的那Cussion 是很舒服的 很Premium的感觉 对对对对 它里面的包括里面的整个装饰 它的配置 还有一些小细节的地方设计 都是做的特别漂亮的 我真的没有想过 offroad原来是可以这样舒服的 怎么讲 我现在有try过一种 不太舒服的offroad车 只有 要讲呗 然后它只是坐上去 你会觉得它就是开车舒服 坐真的不舒服的 但是它是可以坐到两个全部都舒服 我觉得我们每次买越野车 最大的用处是什么 随便搭车 随便搭车 想搭就搭上去 搭你搭你 搭divider 所以总结就是 Tank300有个性 Tank500有台面 如果你要上刀山下火海的 你就选300 如果你想要有台面加出去 有点微水 然后你得空得空 又去一下越野的话 这样就选500 我只能讲这是GWM 把整个test drive的过程 做到非常完善 给我们test完每一个obstacle 每个你可能遇到的情况 然后最后我想讲 我非常期待500来汪雷叔